很多人都想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却常常因为体力不佳半途而废 有奥运选手指定的营养师就建议 平常喜欢跑步骑脚踏车这一类运动的民众 可以在运动的前后补充鲜乳 因为鲜乳里头有足够的糖类 可以保持运动当中的耐力还有体力 里头的蛋白质也可以达到肌肉修复的功效 毫不容易爬起床 趁着假日出门跑跑步 想养成运动习惯 却总是过没几天又放弃了吗 却总民众误以为是自己意志力不足 无法坚持运动 但营养师点出关键 大部分的人都忽略运动所需的营养 这可能是中断运动计划的主要原因 你的耐力不够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 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挑战 但营养有很多种又该怎么摄取 这取决于民众的运动量 像是喜欢跑步 骑脚踏车 这类运动的民众 可以在运动前后补充鲜乳 其实鲜奶里面 它有足够的糖类 它就可以保持运动当中的耐力跟体力 蛋白质它可以达到肌肉修复的功效 不过只知道要喝鲜乳还不够 更要喝足建议摄取量 国建署饮食指南建议 一天应该喝到两杯鲜乳 补充足够钙质 可能50公斤 60公斤 训练之后 它大概需要的蛋白质 大概就会落在12到15 那其实呢 两杯的牛奶 可以提供16克的蛋白质 它就可以达到这个需要 营养师提醒运动营养的准备 并非一蹴可击 要时常保持正确的营养摄取和运动量 才能一步步增强运动表现 让运动计划不中断 记者综合报道